文化APP 青年赵聪毅 因为有感于族语渐渐消失 因此决定要以笔代替猎枪 来为族语发声 那么除了记载下部落的生活经验 也希望出版族语书 留下布农族独特的文化历史 以及语言之美 那么更特别的是 原住民为沙利浪的他 也热爱写诗 不但曾经获得过多届的原住民文学奖 也得过两届的花莲县文学奖 究竟他的想法跟理念是什么 而他又要怎么样保存布农族语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为你邀请到赵聪毅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哈啰聪毅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聪毅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提到 你现在是在酌西乡的中平部落 进行保存母语的工作 那我想请谈一下 就是说您对这块土地的情感是怎么样 你为什么会有母语保存工作的想法 因为中平部落Nakahila 是我成长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个土地就是学习我母亲父亲 还有长辈的语言文化 所以这个土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接受文化的一个地方 然后从小就是听长辈们说族语说母语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母语的保存其实是希望能够保留以前曾经生活过的一些文化传统 您在这个求学过程中 我记得现在原住民部落大部分都会有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教学 您是觉得这个部分是还不够吗 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无语课程或是民主教育 可是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学习到我们的爸爸妈妈所给我们的东西 可是现在的民主教育或是语言教育 有点就是在一般主流教育体系下去强推 然后没有办法融入到生活里面 然后以至于那个文化无法生根在小朋友身上 然后我觉得就是除了学校的教育以外 部落的教育应该也是要同时进行的 然后我觉得我做的部分其实就是在部落做一些推广 让小朋友能够在学校学习到民主教育之外 来到部落之后也可以继续学习 就是用一种比较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来教他们就对了 所以当地的青年大部分对于说母语这件事情现在人数多吗 现在就是整个环境会让小朋友无法说出自己的语言 然后现在有点就是为了要升学 所以以至于母语的程度越来越薄弱 就可能说的人越来越少 可能你们现在这一辈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听 但是你说真的要把它书写出来真的是没办法 不过我们回头来聊聊您的历程 我读了一些您的资料 我发现国中这个时候是你接触文学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在那段时间这个国中求学阶段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或启发 让你后来对这个文学产生了兴趣 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文学的东西 可是那时候在写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跟族群做一个结合 就是只是把自己的生活一些小故事写在花脸清零一个小杂志 然后他给我一个鼓励是说 你写的东西有人会喜欢 有人会觉得你写的好有趣好真实 然后渐渐就鼓励我说开始去用文字去书写一些自己身边的小故事 这是国中阶段给我的一个影响启发 你那时候是还是用这个一般的汉字书写吗 还是说你那时候就已经用这个原住民这个语言来书写 那时候是还是用汉语 然后也没有去碰出那个原住民的东西 反而是到了高中的时候 高中就是下一个阶段 老师鼓励我说 其实可以多写你族群的东西 会让你的书写更特别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也可以替自己的族群说一些话 老师给你们的鼓励很大嘛 就是让你这个鼓励你往这个文学方面去做一点这个发展 不过呢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知道您后来这个 当然高中老师给您鼓励之后 您后来大学您也报考了这个中文系 您那时候是这个文学对你的生活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所以促使你说要去报考这个原制大学的中文系吗 那时候是因为我是体育生 就是对未来还是很不知道要往哪一步走 尤其是在台湾体育其实是一个蛮艰困的路程 所以老师就鼓励我说 你的东西写的蛮不错的 然后其实可以利用这个专长去走下一段的路程 所以我就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就选择中文系 而且也有累积一些文学素材 所以就想说这也许是我未来可以走的方向 我还看到资料是说你面试的当时 你引用的是布农族的一个作家田雅各的一句话 我要以笔代替猎枪 我会请你分享一下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讲出这句话来 想要进入中文系的一个想法 当初在面试的时候 老师就是面试官就问说你喜欢的作家是哪一位 我当时就是因为开始对自己的族群意识有一些了解 然后就是开始去探索整个原住民文学家游男 最吸引我的就是一个也是自己同族群的田雅各老师 然后他原本就是从原住民运动开始 然后用笔写出一些原住民的议题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那个原住民所处的困境 然后处境 他有一个很大的名言 就是以笔代替猎枪 我觉得也可以深深的回馈到我身上 就是我要怎么当代已经无法用猎枪去捍卫自己的部落 到底现在的年轻人要用什么武器去面对外面的主流的社会 我选择了就是跟田雅各一样用笔 去跟大众主流说我们现在原住民目前的困境 然后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 笔是一种无形的 可是他带给人的震撼是远远比有形的武器猎枪大炮跟让人家震撼 所以你就是要用以笔作为一个工具来关注这个原住民议题 那高中那个大学那时间的时候就是让你开始关注一些原住民议题的时候吗 就是让这个前辈们的一些作品文章什么的带给你一个很大的影响吗 对对 不过呢我也看到您在这个大学期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获得这个2000年的这个原住民文学奖 你这个作品是叫做迪娜的话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迪娜的话这个作品内容描写的是什么 迪娜的话是我的第一个得奖作品 然后它本来是一个课堂上的一个作业 然后老师就觉得说这篇文章再修改一下 其实可以参加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就写了迪娜的话 迪娜是我们的布农语妈妈的意思 然后就是其实这首诗主要是在讲说我原本在部落可以讲出很流利的语言 可是离开了部落之后学习主流语言 反而自己的语言就慢慢流失 就像陷入陷阱的三枪一样 害怕说出迪娜的话 然后就是期待未来能够像山林的动物自由的跳跃在山林 自由的说出自己迪娜的话 如果时间一日的话我可以为大家朗诵 那我就念一次好了 迪娜的话 幼稚的智慧以发芽 迪娜你的语言灌溉了我 灵魂带着传统的弓箭 纯洁的学义编织成梦 幼稚的智慧以茁壮 教室把我的书带填满方块 心灵带着伦理道德 严肃的人生踏入陷阱 眼神透出冰寒的亮光 口中响起颤抖的声音 害怕 害怕 害怕说出迪娜的话 噢 迪娜 再一次用你的话灌溉我 有如山枪巨然扎扎眼 涌在族人的怀抱里 自然的恩惠里 斥着脚跟自由跳跃 向山林 向山林 所以这首诗就对我影响很深 就是未来走什么路 其实就是一直想要找请自己的母语 就是迪娜的话 自己的文化这样 做什么事情都以这首诗为追溯 而且它也是我的第一首得奖的诗 所以我的第一本书也取为迪娜的话 其实这个听起来就真的是您这个心里面的感触 更能够打动人心 不过这个作品得奖之后是不是对您后来的文学之路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可以写 然后鼓励我继续创作 以前其实对诗很陌生 然后以前国中高中其实主要还是以书写散文 就是身边的小诗 然后这首诗得奖之后发现到自己可以创作诗 然后并且可以得到人家的共鸣 所以对我未来的文学之路 就是它把我推到文学这条道路上 也让你更有信心 对对 而且这听众朋友 这个我们这个沙利浪 除了这个2000年得到这个原住民文学奖之外 它隔年2001年又得到同样的这个原住民文学奖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给你一个很大这个创作之路上面的一个很大的鼓励 不过其实我知道除了您刚分享的迪娜的话之外 您也创作过很多像是这个酿制的历史等等的作品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您这个创作的灵感跟来源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哪里 是您生活周遭的一个经验吗 有时候那个灵感是慢慢培养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要开始收集一些跟自己相关的议题 像原住民或是部落 然后这些文章去慢慢的去吸收去培养 然后在一个情境里面去写出自己想要诉说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的来源其实是主要是以部落为主 然后还有我的生活经验 而且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大学研究所 然后离开部落反而会更想要去写部落的东西 因为离开部落之后更想念部落 然后反而促进写作的动力 跟思念家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更动人 不过这次你在这个文化部提出的计划是希望那个出版足语书 跟打造一个文创平台 我会请你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这个计划是要怎么进行 这次是去年的时候申请文化部的案子 然后就是在计划书里面是希望是出版两本足语书记 一本是那个老人家的口述历史 然后因为今年刚好是大奔事件的一百周年 就是我们一百年前发生日本跟布农族的一些战役 然后那老人家刚好是他的祖父有参与过那场战役 所以我就是希望透过口述调查 去把老人家的语言记录下来 就是中文跟族语做双语的展现 就是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族语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 然后第二本就是那个神话传说 是希望让小朋友透过神话传说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历史 然后也有属于自己美丽的神话 然后除了出版主义之外 另外一个是文创平台 其实是希望是说 虽然文化部给我一笔钱 可是能够持续经营 然后不因为政府工部门的经费没有了之后 出版失业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想要打造文创平台 去收集部落的手工艺 然后就是在这边贩售 然后也提供那个部落的人 有那种机会把自己的产品贩售出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两份工作其实就是希望是说 能够一直持续我在部落做主义出版的工作 不过你自己刚刚有提到您这出本两本书 一本就是老人家的这个口述历史 然后另外一本就是针对这个儿童的 也算是足语的绘本 我会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您在这个期老访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让您一些比较难忘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为那个老人家他们现在也一直期待 有年轻人去记录他们的遗言 所以当有一个年轻人跑去他们那边问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反而就是很乐意把自己的所知道的东西传输给我 这样子有时候我的时间不够了 他还会一直讲其他的事情 是 然后最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说 以前小时候也有听过这些故事 可是那时候只是很朦胧的了解这些事 有曾经发生过事情 有印象而已 对 然后当深入去了解的时候 你才发现他老人家讲的故事里面 其实跟每个部落的人都很有关系 比如说那场战役谁去拯救某个人 然后谁去跟日本人谈判 然后谁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几乎老人家都可以讲 那个是那个家族的 是你家隔壁的 所以每个人都跟这场战役都有关系 而以前就只知道大故事 没有了解那个小细节的部分 然后会有丢一个很震撼 就是说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其实跟我们都有息息相关 可能这个时间太久了 你们年轻一辈可能都比较不知道了 所以你这个出版的族语书里面 你们是都以这个双语的方式来呈现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布农族语 然后一般的我们的汉字 所以这个不一定是一定要原住民的朋友 才看得懂 其实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 也可以看得懂我们这些布农族的文化历史 不过其实我们过去也访问过 这个不少的这个青年返乡去服务的过程 那其实他们都面临到很多的这个 周遭亲友的质疑 那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不是也遇到 这样相同的状况 尤其是您又回到部落 可能你这个人力就只有你这么一个 您自己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就是刚回部落的时候 老人家都会有点质疑 就是说年轻人应该要在外面打拼 就是可能在外面赚的钱才可以重火 这样的 他们无法想象说在部落能够赚到什么 然后对你自己的未来会有什么帮助 这样 所以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质疑 这样 然后之后就慢慢就是一直待在部落 然后可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外面的那个事务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有时候都会是要往外面跑 然后我就在部落租了房子 然后有时候一两个礼拜都没有回到房子那边 那边草都长起来了 然后部落的人就会质疑说 你不是要回来部落吗 为什么那个草都长起来了 所以可能就是部落的人还不知道我到底回到部落做什么 这样子 然后之后就开始办一些活动 就是像是请我的访问者在部落里面分享大分事件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原来我是在做田野调查 然后就是做整理这样子 然后也知道说我是怎么透过公部门的案子去推动这些事情这样子 让自己除了可以做田野调查之外 也有一个可以生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所以就是慢慢来这样子 一步一步来这样子 这个你办活动还是会跟这个族人分享吗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调查的一些成果 或者是你请齐老来跟这些年轻一辈的这个族人们 来讲一讲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是怎么样吗 那您办这个活动是只针对我们这个当地的原住民朋友 还是说其实一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到当地去体验我们这个布農族文化 就是我有时候是会分啊 就是像是齐老的话 他可能就是因为全族语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找一些翻译的 然后再发布一些消息 让外面的人来听 可是我通常就不会发的比较大 因为这是有点是全族语 然后像会有办一些那个文学之旅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针对外面的人来去办的活动 就是透过文学然后就是认识部落 然后在部落住个一两天 然后去认识这里这样 这个就不定期的嘛对不对 对对 不过呢我也知道您这个现在成立的一间这个小一串小米工作室嘛 而且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出版这个图书嘛 那我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谈一下 您现在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啊 两本书就是即将在11月28号要做一个新书发表会 是都已经完成了 对 所以朋友如果要更了解有什么活动的话 其实本事业一串小米工作室就可以知道这些信息 还有你自己个人的嘛 沙力浪 沙子的沙 力量的力 这个海浪的浪 海浪的浪嘛 这个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冲译他的一些创作作品嘛 对不对 所以目前你现在的计划就是说想要募书来成一个等于是部落的一个图书馆就对了 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11月28号会发表这个我们这个冲译 他所精心这个制作的两本书啊 这个老人家的口书历史 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足语的绘本嘛 对对 OK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花莲县浊西乡中平部落的布农族青年赵聪毅哦 来跟我们分享他正在进行的保存母语计划 那么聪毅呢是因为有感于足语渐渐消失 因此呢决定要以笔代替猎枪来为足语发声 除了记载下部落的生活经验 也希望出版足语书哦 留下布农族的独特文化以及语言之美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 也想要进一步了解这项计划 也不妨参考这个聪毅所提供的资讯哦 您可以上脸书查询一串小米工作室 或者呢是沙利浪 来了解相关的讯息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呢 要再次谢谢聪毅哦 跟我们分享这项计划 那么也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哦 谢谢您哦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